一大群飙肥体壮的青年跟在推土机的后面 像战争题材的电影中常常有的镜头一样 一群美国兵跟在坦克后面奔赴战场 一路上我都想着 那户人家一定有着黑社会背景 一定手眼通天 要不为什么要做战前动员报告 要派这么多人去拔掉这颗钉子 推土机开到了那户人家门前 从房门里走出的居然是一对风烛残年的老人 他们头发花呗身体虚弱 几十年的风吹日晒让他们的脸色又黑 他们一个人的手中拿着一面五星红旗 一个人的手中拿着一张纸 看不清上面写着什么 他们在大声叫喊着 他们的叫喊声被隆隆的推土机的轰鸣声淹没了 他们生死历劫 挥舞着手中的东西 愤怒让他们的面容扭曲了 推土机在步步逼近 距离房屋仅有十几米 突然两位老人分开了 老太太迎着推土机跑过来 要撞向推土机前面的利人 推土机大吃一惊 慌手慌脚的向后退锁 推土机退出了十几米 老太太也停住了脚步 指着推土机叫骂着 然而她的骂声像营竹之光 淹没在推土机太阳一样的光辉中 老太太和推土机僵持不下的时候 老头子像一只敏捷的猴子 攀着梯子爬上了屋顶 然后将梯子推倒了 那天王麻子没有到场 他是拆迁办主任 是这个机构的最高领导 他只是坐在大本营中指挥 那天领着我们和老人对峙的是竹竿 我看到竹竿掏出电话 哇啦哇啦的大声喊着 然后嗡嗡了几声 他可能是给王麻子打电话 猪肝放下电话后 像赶鸭子一样轰赶着我们 去去 把这两个老叫驴给老子赶开 推土机继续退缩 退到了人群的后面 他好像非常害怕 其实这是一种计策 老太太擦着脸上的汗珠 他以为危险已经过去了 他也慢慢的退回到了自己的房门前 突然几个男人扑了上去 像老鹰捉小鸡一样将老太太控制住了 然后架到了推土机旁 猪肝骂着老太太 他妈的 拆了你们的旧房子 让你们住新房 还有啥不满足的 老太太气呼呼的说 我祖母住在这里 我母亲住在这里 我也生在这里 住在这里 我就不愿意拆 你管得上吗 猪肝说 我就能管得上 我让你们拆 你们就必须拆 老太太喊 我不信 这世界上就没有王法了 猪肝说 我就是王法 我看着老太太 看到老太太因为愤怒而大口大口喘气 手脚都在颤抖着 猪肝推了我一把 他妈的上网 叫你来是拆王来的 叫你来不是吃鞋来了 西北农村把复宴席叫做吃鞋 我跟着十几个人跑到了房屋下面 老头接起屋顶上的瓦片砸下来 前面几个想扶起梯子的人 不得不退了下来 老头站在屋顶上 风吹着他的衣服 衣服翩翩 满头的白发和胡子也在冉冉飘飘 看起来威风凛凛 老头喊 你们敢上来 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双方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我距离房屋有十几米远 看着门上 三天前的那个夜晚涂抹的大便 已经被擦洗干净 真想不到 这对老人擦洗的时候 会是怎样的一种心理 房屋早就被断水断电了 我看到房檐下简断的电线像处须一样漂浮着 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 拆迁队终于撤了 他们把老太太架在推土机上 像压着战俘一样开旋而归 回到了大本营号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着老太太 只听说他们把老太太关在一间黑屋子里 任凭老太太怎么叫骂 就是置之不理 下午 竹竿又找到我和一个蹲蹲实实的男子 人们都叫他蹲子 因为他的身材就像个木蹲子一样 又矮又胖 竹竿让我们今晚不要睡觉 去监视那间只剩下一个老头的房屋 下午三点左右 我们来到了距离那间房屋 足有几十米的一幢旧楼房里 爬上楼顶监视那间房屋的动静 我看到老头端着一个小凳子 当地人叫做屋子的一种凳面 呈正方形的小凳子 坐在门前 心思重重的抽着汗烟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老头一动不动 这里视线开阔 有个风吹草动老头都能看到 我问蹲子 别人都拆完了 这家人为啥不拆 蹲子说 还不是嫌补偿的钱少啊 前两年没有这种情况 也就是这两年才出现了 房价上涨得很厉害 他们也想多要钱 干我们这一行也为难啊 开发商只想少给 而拆迁户不答应 哎呀 我们家在中间 还不好弄呢 我问 这事不好弄 王麻子咋还弄 蹲子说 王麻子他妈的是你叫的 要叫王主任 我说 啊 王主任咋还害怕 这两个老人 就把他们没办法了 蹲子教训我说 你懂个屁 只要不出人命 啥都好说 出了人命 哎呀 就麻烦 蹲子正说着 突然住口不说了 他掏出手机喊 快点 快点 老汉出去了 我向那间房屋望去 看到老头从房屋里 推出自行车 骑上去 驶向远处 十几分钟后 两辆面包车 就风驰电车的开来了 车门打开 从里面吐出了十几个 穿着迷彩服和保安制服的男子 他们四周观望 又溜进房间里 看是否有人 然后他们四面散开 防备着会有人突然冲进来 几分钟后 挖掘机也开来了 他好像好莱坞大片中的 钢铁机器一样 微风凛凛 势不可挡 隆隆的声音震得地面也在颤抖 他举起爪子 一爪下去 那间坚守了很多个日日夜夜的房屋 就颓然倒了下去 像一下子被打断了脊梁骨 粉尘四溅 沉烟弥漫 斜阳的余晖照过来 那对老人祖祖辈辈 居住的房屋变成了一片废墟 废墟下掩埋着他们几代人 积攒的所有家当 一个平静的黄昏 因为挖掘机的出现 目的变得喧闹而恐怖 然后挖掘机从倒塌的房屋上 碾压过去 后来我们撤走了 在回去的路上我问墩子 房子拆了 还没有给他们补偿吧 墩子说 原来是我们求他办他不办 现在没房子了 是他来求我们 等着吧 今晚或者明天 超不过明晚 他们就会来找我们领补偿 我们是便被动为主动 墩子还说 说句公平的话 不是所有的钉子户都值得同情 有的钉子户确实因为补偿太少 但是也有的钉子户漫天要价 要依靠房屋拆迁发一笔横财 遇到这种情况就要强拆 不能因为他一户人影响了整个工程建设 我说这些拆迁户不愿意搬离 可能是因为在这里居住了很多年 故土难离 墩子说 也不全是这样 还有一种拆迁户 早早的知道了哪里的房屋要拆迁 就以非常少的价格买到旧房子 在房前屋后拼命加盖等着拆迁 我们一来他就赖着不拆漫天要价 这样一套房子下来 他就能多赚几十万 原来拆迁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和窍门 蹲子自成 每天晚上必看七点整的新闻联播 然后就会结合新闻联播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望长城内外挥持方球 一会儿说 如果不是美国 而是中国攻打伊拉克 肯定早就将伊拉克变成了中国的一个事 一会儿说 首都如果从北京搬到我们这座城市 会是什么样子 他说的很多话 都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 而这种假设 总是能够引起更广泛 更强烈的共鸣 这座小城市的人 热衷于这些捕风捉影的话题 他们都具有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 在拆迁办的那些日子里 蹲子把我当成了他的朋友 因为他觉得我的知识面比他还丰富 比一向自负的他懂得还多 他说伊拉克 我就给他分析伊拉克的自然条件和伊拉克的历史 给他说起底格里斯河和又发拉比河 他说首都 我就分析历朝历代选择首都的条件 说起游牧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冲击 蹲子性格粗鲁心地善良 他把自称是从省城大学毕业的我 当成了他的知己 我经常会向蹲子打听一些拆迁的事情 蹲子说拆迁中出现的钉子户只是少数 因为没有多少人会坚持 与这个强大的房地产开发集团斗争到底 你斗不过你就斗不到底 你斗到底也只能是书 我问人家如果告我们怎么办 蹲子讥笑着说 给谁搞 我们有拆迁条例 不怕的 我问对钉子户咋个处理 蹲子说 只要不死人 啥事情都好玩 谁都不愿意看到死人 我们对钉子户办法多了 先来软的 软的不行再来硬的 我问 软的是什么 硬的是什么 蹲子说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世上就怕认真二字 我们就最讲认真二字 我们先来软的 软的就是先断水断电 让你不能找名 不能看电视 不能做饭 不能上卫生间 让你回到原始社会 就看你能坚持多久 如果你还不走 那就砸你家玻璃窗 把死鸡死猫死老鼠 扔进你家 把大便拖到你家门窗上 恶心你 你还在坚持 那好 半夜三更 把你家房子点着 看你跑不跑 你家里没水 想救火都救不了 如果你把火扑灭了 我们还有办法 把蛇放进你家 把从毛坑捞出来的蛆 放进你家 让你神经都能错乱了 如果你家有孩子 那更好办了 你孩子一出门就被人打 打得噱头烂面 你说到了这种地步 你走不走 我说 真没想到 会有这么多方法 蹲子接着炫耀似的说 还有更好的办法 你害怕房子被扒了 一步也不离开房子 那好 我们就找一个 和你关系好的 请你吃饭 你一回来 房子就没有了 你总不能一年四季 一天二十四小时 守在房子吧 你要不要上街买东西 要不要上班 要不要上学 要不要去挑水 要不要买米买面 只要你离开一步 你的房子就没有了 拆迁是一场斗智斗勇的游戏 听蹲子说 在拆迁中 他们最害怕的武器是燃烧瓶 见到燃烧瓶是在那天的中午 此前 我只在那些抗美元朝的小说中 见过这种自制武器 当美帝国主义的军队围攻志愿军的时候 子弹打光了 炮弹也用光了 我们的战士至死不投降 他们自制的燃烧瓶砸向敌人 那天 王麻子带着我们去郊外的村庄 这座村庄仅仅剩下七八户人家 曾经一个上百户人家的村落 现在变得惨破而落寞 村庄拆迁完毕后 听说这里要成为一座高尔夫球场 现在在那片土地上 当富人们挥起球杆 眯着眼睛望着远处的夕阳时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脚下的土地曾经上演过一场 邪与火的战争 那天我们去了上百人 很多人都穿着迷彩服 我们还开来了两辆大型挖掘机 声势威尔 就像两辆无坚不摧的重型坦克一样 而我们的对手是七八户 老弱病残的人家 他们的孩子大多去了南方打工 王麻子坐在第一辆挖掘机上戴着安全帽 挥舞着手臂督促我们冲上去 他的形象很像拯救大兵瑞恩中 那个指挥德军攻打瑞恩 他们把守桥头的指挥官 另一辆挖掘机后面跟着一批人 绕到了那排房屋的后面 准备偷袭 房屋里的人都出来了 他们在大声呐喊着 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 有一个老者高高举起一本红色封面的书籍 也在挥舞着 神情很激动 其余的人手中都拿着铁插木棍之类的工具 围绕房屋站成了一圈 我看到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可能因为紧张 她的眼角的肌肉一直在抖站着 那天我们没有拿工具 我们想这一支身穿迷彩服的声势浩大的赶死队 只要站在他们房屋的门口 他们就会吓得屁滚尿流 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 这一群人会和我们以死相比 我看到墩子带着几个人冲上去了 准备拉开前面一位中年男子 为挖掘机开刀 我几天前见过挖掘机的恐怖和力量 只要他接近房屋 只要手臂轻轻一挥 房屋就会化为积粪 那名中年男子挥动着手中的铁茶 抡成了一个圆形 蹲着他们像老鼠一样 惊恐地躲开了 不敢上街 突然一名迷彩服抓起石子 砸向那名男子 石子落在男子的脸上 鲜血溅了出来 趁着他用手捂着伤口的尸击 蹲着从后面扑了上去 拦腰抱住了男子 另外两名迷彩服夺走了他手中的铁茶 他们连拖带拽 将男子脱离了房门口 挖掘机隆隆地开过来了 距离那台房屋仅有十几米 他的手臂举了起来 只要落下去 房屋就会轰然倒塌 旁边的几名男子想冲过来 想阻挖掘机 这一台现代化的钢铁机器 可是他们被迷彩服的石子和土疙瘩 砸得无法进身 突然从房屋里冲出了一名男子 他的头发像撒了一层霜一样 半白半黑面容离黑 亮颊塌险 他一副舍声望色的神情 他手中提着一个粪笼 粪笼里放着一些盐水瓶子和啤酒瓶 他把粪笼放在地上 擦燃打火机 点着了瓶子上的引线 然后投向挖掘机 瓶子带着火苗 在空中划了一道美丽的弧线 落在了挖掘机巨大的铁铲上 花燃变成碎片 燃起了一堆火焰 挖掘机继续在不屈不挠地开进着 挖掘机上的王麻子 像只燕鼠一样 躲在驾驶室里头探头探脑 男子又点起了一个瓶子 致向驾驶室 却准头偏了一点 在驾驶室前面的挡板上碰碎了 一团火苗欢欢喜喜地燃烧起来 王麻子的脸上是惶惶不安的神情 男子又拿起了一个燃烧瓶 点燃着砸过来 王麻子瞎破了他 他打着手势 让司机赶快退后 挖掘机像被挨打了的狗一样 呜呜叫着夹着尾巴跑了 我看到王麻子坐在驾驶室里 用手掌抹去额头上的汗桌 挖掘机退后了 很多人也跟着退了下来 骁勇善战的墩子 不愿意就这样撤走 他像个贼一样从侧面钻出来 准备偷袭那名手持燃烧瓶的男子 男子点着了燃烧瓶 突一转身将燃烧瓶砸向十米开外的墩子 蹲子的全身都着火了 他手之舞之 足之倒之 左摇右摆 上蹿下跳 像做法师一样 姿势奇怪形容 我想笑 却又不敢笑出来 后来 我知道了燃烧瓶是钉子户门最常用的防卫武器 另外还有弹弓 弓弩 煤气罐等等 还有一种自杀性的武器是汽油 这几年出现了好几个极端的例子 拆迁户把汽油倒在自己身上点燃了 在那段拆迁办的日子里 我还见到了经过改良后的燃烧瓶 这种燃烧瓶是把辣椒面或者芥末粉放进瓶子里 燃烧后几十米范围内都是那种辛辣的气味 让人睁不开眼睛 这些武器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 钉子户门才会使用的 我要去使用了 把范围中间的脏法 都建认了 再一个眼睛